阿发哥吧,我是绿莎,绿莎一名药技师 你有吃Vitamin C吗? 今天的主题就是适合补充以及不适合补充维生素C的人群 还没看过之前影片的朋友,先点击这边看看 维生素C对于补充对于加强我们的身体免疫能力到底有没有效果 到处都可以看到维生素C也很容易买到 那到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呢? 我先讲讲不适合吃的群体 也不是说不适合,就可能需要小心一点 那就是肾脏功能不完全的人 因为我们的维生素C是水龙性的 就是Water-Soluble Vitamins 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肾脏,就是我们的Kidney 就是变成尿,然后排出去的 当我们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 就会提高换上那个肾解石的几率 但是如果本身是有洗肾的话 就是有Dialysis的话,反而就需要补充Vitamin C 因为上次我们有提到嘛 我们人体内是不能够自己合成Vitamin C的 那我们人体也是不能够收Vitamin C的 所以当洗肾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Vitamin C洗掉 这样我们人体就没有Vitamin C 所以洗肾人群是需要吃Vitamin C的 还有如果你本身的饮食习惯里面很少蔬菜 很少水果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补充下维生素C 这样子如果我们要补充维生素C的话 我们的Range是多少呢? 根据马来西亚的资料 成年人的话一天是70Mg 那一天不要超过2000Mg 凡是适量就好了 户籍必反,尽满则情 底下我有放一个online pharmacy的链接 就可以看看这个维生素C啦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会记得吗? 就是70Mg到2000Mg 是适合补充Vitamin C的一个剂量 就过多也是不好 而且如果本身的肾脏不好 或者本身就有过肾解释的经验的话 这样子可能也不太适合补充 这个维生素C 但是洗肾的人通常都是需要补充下维生素C的 因为洗肾的时候都被洗掉了 那这一次我穿白袍啦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拍影片的时候穿白袍 我觉得有点作作 你们觉得怎样? 是看起来比较专业吗? 看起来比较容易被幸福吗? 哈哈哈 欢迎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是Lisha 我们下次见 拜 哎呀 就是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留言 并分享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跟自营者欢迎药剂的健康一罐的资讯 我是Lisha 我们下次见 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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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吗?